这里是德国人建在战场后方的 素有死亡工厂的奥斯韦新集中营 主要用来关押战俘和坑杀犹太人 据战后统计 曾有110万犹太人死于此地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部影片来一起看一看 德国纳粹究竟有多么残忍 影片开始 波兰拳击手清亮级冠军康纳 正在自家的三层小洋楼里享受午后的阳光 随着一阵过躁的发动鸡轰鸣声 一群合枪实弹的德国大兵突然出现在此 打破了这美好的一幕 紧接着大兵们纷纷化身死神 二话不说 将枪口对准了庄园里的妇女儿童 枪声响起 瞬间血流成河 将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解决后 康纳等人 则是被他们带到了 建在密林深处的奥斯韦新集中营 在这里 德国人就是掌握生死的阎王 他们给康纳一星人 制定了一份明确的死亡倒计式名单 类似康纳这些年轻劳力能活三个月 牧师乐队成员等人可以活半个月 而犹太人最多活不过两天 宣讲结束之后 德国纳粹将犹太人从队伍中挑了出来 在大兵们的暴力整队下 上百名犹太人 规规矩矩地站成了一派 接下来 德国人将要露出残忍的真实面目 他们像赶牲口一样 把犹太人一个个推进了毒气室 带到最后一个人走进屋内 德国大兵猛地合上了铁门 与此同时 房顶上的大兵打开了天窗 熟练地将毒气氮和汽油倒了下去 紧接着 房间内传出了惨烈的哀嚎声 取酒之后浓烟飘散 屋子里也恢复了平静 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刚刚还鲜活的一百多条生命 就这样没了声息 第二天 太阳照常升起 伴着君犬的狂吠声 康纳一行人被德国纳粹带到了采石区 此时是早上四点钟 他们就要在此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钟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只要在这儿待着 就得不停歇地干活 在这样残忍的压榨下 接连有人在寒风中倒下 经过一天高强度的劳作后 终于到了饭店 而他们的晚餐 就是一碗没有一点营养价值的干水 可是就连这种食物 都有人要上去抢一抢 瘦弱的小男孩二驴 就被人高马大的恶霸给盯上了 只见二驴端着饭碗 还没来得及往嘴边送 就被恶霸给一把夺了过去 林了还被恶霸给恶狠狠地推了一把 要不是康纳好心服了一把 这小伙子指定会被推个四脚朝天 小插曲过后 他们再次被德国人赶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地点 这儿集中营的外围 德国人需要他们给自己扎上一个坚不可摧的栅栏 说来真是讽刺 可面对德国人的钢枪 他们丝毫提不起反抗的勇气 只能毫无尊严地按照这些魔鬼们的指令认真劳作 干活期间 队伍中一个老头似是动了逃跑的心思 只见他将边上几个年轻的汉子聚在一起 细细地分析了一波 说是他已经把德国人的兵力部署给研究透了 夜里只有区区十几个大兵之兽 他们只要能在此期间从仓库里偷走两把钳子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拆掉栅栏 如此便能逃之夭夭了 说到最后 这老头还来劲了 经过这么一闹 在场的苦力们算是亲眼见识到了德国人的残忍 场间瞬间安静了下来 就连拳击冠军康纳也变得跟小绵羊一样 温温顺顺的埋头苦干 一直到凌晨时分 德国人才算让他们结束了工作 夜晚 康纳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幕幕 眼神中的光彩渐渐消失不见 可还是那句话 不管发生了多大的事 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 而从太阳升起的这一刻开始 他们这些人也迎来了新一天的摧残 今天他们被德国纳粹带到了木工厂 所有人无论有无经验都得操控巨台 一天工作下来 有不少人被切掉了手指 相对来说 康纳还算是好运的 她和小男孩二驴 被安排到德国军官大麦的家里帮忙搬家 期间两人聊了很多 算是成了朋友 她还趁着军官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顺了几个苹果 晚上回到住处 康纳从怀中拿出苹果 递给了二驴和边上的老翁 几人刚准备张嘴咬上一口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军官大麦突然带着几个大兵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就下令 让大兵将手中有苹果的人 全部带到处决台进行枪决 砰砰砰三枪 三个老翁瞬间倒在了血泊之中 紧接着 该轮到康纳 二驴还有另外一个老翁 军官大麦看着老翁直哆嗦的模样 一时来了戏耍的兴致 他命令老翁将苹果放在头上 看这模样 他是要来一波小杂技啊 可下一秒之间 他精准命中了老翁眉心 一击将其击毙 接着轮到了康纳 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 康纳临死前还硬起了一把 抄起苹果就往嘴里炫 这是要死也不当饿死鬼 大麦瞬间来了脾气 抬枪就要干上一发 眼看下一秒 他就要扣动扳机 可就在这个关头 旁边的二驴突然来了一首 德国诗歌朗诵 这波操作直接给大麦整乐了 而二驴和康纳也因此躲过死罪 不过活罪还是难逃的 德国大兵狠狠地抽了他们五十鞭子 才算是将他们放掉 两人回到住处 疼得脸上直冒冷汗 一整夜也没敢翻身一次 可尽管如此 一到凌晨四点 他们依旧地跟着大家劳作 这一次他们被带到了矿区 这里的看管是德国人寸头蛇 这哥们以前是个拳击手 还曾经拿过省级亚军 战争爆发以后 被征兵征到这儿 干起了折磨人的工作 平日里 他最喜欢看苦力门打全赛 获胜者可以得到一块面包奖励 而失败的 则会被直接送进焚尸炉 结果好巧不巧的 本就瘦弱 现在又受了重伤的二驴 被寸头蛇的狗腿子给选中了 康纳健壮急忙站了出来 表示要替他出站 这么一整 狗腿子倒也没有计较 直接吹响哨子 让另一位选手开始进攻 赛事即刻打响 康纳接连两个漂亮的闪躲 把对手给耍得团团转 一旁的胖狗子见此情景 非要亲自上阵 结果差点 被自己的大摆拳给轮倒 经过这么一稿 寸头蛇算是发现了 康纳的拳击基础 一时间兴致爆棚 决定下场亲自试试水 这一事可不得了了 寸头蛇吭吃吭吃 打了整整两套琴拿拳 愣是连康纳的衣角都没碰到 在第三轮攻势时 更是被康纳一个后手拳 直接给鼻梁都快给干塌了 一旁的狗腿子们 见寸头蛇受伤 起码拿起武器护住 可不曾想 寸头蛇还是个利索人的 说什么 输了就是输了 给他多整几块面包 如此一来 康纳也算是撞了狗屎院 平白无故 拿到这么多 香糯可口的全麦面包 回到住处 他好心地将面包 分给了一个屋的同胞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将康纳奉为神明 照这样发展下去 只要康纳一直打全赛 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可就在这个关头 二驴的伤口突然恶化 引发了肺炎 眼看二驴一脸痛苦相 康纳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毕竟这是他在这儿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 也是唯一一个能和他谈心的知己 于是为了保住二驴的性命 一二天一早 康纳冒险脱离队伍 找到了寸头蛇 希望他能看在同位拳击手的份上 帮自己搞点消炎药 对此 寸头蛇表示 他可以提供赚药的机会 至于能不能赚到 就要靠康纳自己努力了 一听这话 康纳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 寸头蛇领着康纳 来到了集中营军官办公室 向他们强力举荐康纳参加拳击赛 供德国兵下注赌钱 也算是给集中营添一个娱乐项目 惊他这么一说 几个军官瞬间来了兴趣 当即让人把康纳的个人履历送了过来 翻开一看 哟 可不得了了 康纳打了有一百多场拳击赛 一直以来从五百计 不仅是轻量级冠军 还差点参加了重量级比赛 对于这份履历 德国军官甚是满意 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很快 集中营第一场拳赛正式开始 和康纳对战的是德国人从别处找来的健身教练 这哥们儿撞得跟头犀牛似的 上来就是一波野蛮冲撞 结果却被康纳轻松躲过 紧接着 康纳发起攻势 直刺 上钩拳 左败拳 后手拳 咔咔一套活整下来 健身教练直接被当场干费 这套小表演 给厂下的军官们看得乐得不行 于是为了奖励 他们特意给康纳灌了份为马的工作 并且那些下注赢了钱的大兵 还给康纳送去了非常多的大面包 更幸运的是 康纳还借着去医务室缝合伤口的机会 顺利地帮二驴整来了消炎药 尝到甜头后 康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训练 没有设备就造 两根绳一绑就成了吊环 水桶里灌满水就成了杠铃 资料袋里装上沙子就成了沙袋 将这一切搞定之后 康纳不断尝试突破自我 每天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体能训练上 为了恢复到最佳状态 她还会偷喝马奶 偷吃饲料 总之 只要是能够有利于恢复体力的事情 她一个都没放过 就这样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 康纳的战斗力恢复到了巅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她频频上场交锋 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拳击手 而她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奖励 以前梦寐以求的面包 现在多到吃不完 以前差点被害了性命的苹果 现在也是伸手起来 就连跟她一个屋的室友也都沾了光 一个个精神饱满 更有甚知 二驴还受到了特殊照顾 如今成了护士站的一个小帮手 每天帮着护士小美滴滴东西拉拉胯 简直不要太滋润 可好景不长 德国军官无意间发现 随着康纳连连打赢德国拳手 集中营的苦力们开始不服管教 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 于是为了打压这种势头 德国军官特意从别处找来一个 体重将近300斤的大力士 势必要让康纳输上一场 然而比赛当天的结果 却让德国军官们失望了 大力士力气势大 但那笨拙的动作 在康纳眼中就个慢动作似的 一个回合下来都没能进康纳的身 最后更是被康纳一圈KO 对于这个结果 室友们欢呼雀怨 他们自行站成两排 将康纳围在中间 送上祝贺 此时 康纳俨然成了这群人的精神领袖 可康纳的影响力越大 德国人就越生气 为了避免日后暴乱 德国军官直接下了血本 花重金 把他们的德国重量级冠军给请了过来 结果呢 万万没想到 就算是这个全国性的重量级冠军 也不是康纳的对手 进一轮比赛结束 这个重量级冠军 就被揍得埋脸是险了 眼看这种情况 德国军官开始背后使坏 让人将下了药的水送给了康纳 经过这么一高 康纳算是彻底没劲了 第二轮刚一开始 就被重量级冠军跑一顿血虐 不过多时就倒了过去 不过德国军官此时还不想杀他 于是就让二驴代替挨了一枪 亲眼看着智友被害 康纳发出了无声的嘶吼 对此 德国大兵狠狠地朝着康纳来了一枪托 接着将他扒了个金光 吊在了木桩上 并且在胸前挂上了代表羞辱的冠军称号 一夜过后 康纳还吊着一口气 照这样下去 撑不了几个小时就会一命呜呼 可就在这时寸头蛇突然出现 悄咪咪地将康纳放了下来 可此时 康纳已经心如死灰 他义无反顾地朝着焚尸坑走了过去 但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躺下去的那刻 突然看到了二驴生前雕刻的天使 那个象征着浴火重生的天使 一瞬间 康纳重新燃起了斗志 他赤裸着上身 一步一步走进了赛场 场间所有人都震惊 最为震惊的 当属台上端坐着的光头军官丹尼 他曾是康纳最要好的朋友 在战争爆发前 两人经常交流拳法 有他在 康纳安全了 不过 康纳还是坚持要和德国重量级冠军打上一场 很快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轮 康纳一拳未出 只是凭借灵活的躲闪 就成功熬过了一局 接着是第二轮 重量级冠军的体力明显下降 康纳抓准机会 一击必中 直接完成一波KO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康纳得救了 他被丹尼带到了他所管辖的集中营 后来盟军解放了波兰 康纳重新回到了家乡 在那里 他办了一个拳击馆 将他永不服输的精神 一代代传了下去 中营